欢迎大家收看今日6度中国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菲律宾对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再次发生的近距离冲突表示抗议 美国计划对美国芯片制造商实施额外限制 防止中国绕过限制 一种死亡 中国被迫成婚的新娘们如何反抗自己的命运 中国团队尝试使用特殊无人机来提高碳排放技术的准确性 请大家收看 菲律宾对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再次发生的近距离冲突表示抗议 南华早报 菲律宾呼吁中国停止在南海进行危险和冒犯性的动作 此前中国海军一艘舰船试图切断一艘进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海军舰船 该舰船距离菲律宾船只仅320米 并以中国的九段线作为对无线电挑战的回应 菲律宾和中国一直在这个资源丰富的水域存在领土争端 一种死亡 中国被迫成婚的新娘们如何反抗自己的命运 悉尼先驱晨暴 澳大利亚音乐家陈彩虹创作了一部名为新娘的哀歌的独人音频视觉歌曲循环 以向她的祖先致敬 该作品探索了围头新娘的音乐、歌词和传统仪式 他们在准备包办婚姻时用围头方言唱哀歌 这些歌曲代表了一种女权主义抗议形式 传统上由即将与家人断绝关系的未婚新娘们演唱 陈彩虹被这些歌曲的历史重要性和与当代性别政治的相关性所震撼 该作品融合了流行歌曲、投影动画、编舞动作和多语言叙事 以展现围头新娘的体验 陈彩虹希望这部演出能够帮助保护和体现这种文化知识 而不是让它局限于博物馆 新娘的哀歌将于2023年在Litworks首演 作为Performance Based 40周年纪念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解决了对中国AI芯片出口限制中的漏洞问题 日本时报 美国政府计划对美国芯片制造商实施额外限制 以防止他们向中国销售绕过政府限制的产品 这些新规定将被添加到2020年10月宣布的对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的限制之上 更新后的规定将阻止某些接近当前技术参数的人工智能芯片的销售 并要求公司报告其他人工智能芯片的出货情况 预计拜登政府将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宣布这些新规定 中国团队尝试使用特殊无人机来提高碳排放技术的准确性 南华早报 一支中国科学家团队开发了一种无人机系统 可以比卫星更准确地监测碳排放 低成等无人机协调碳观测网络Litin将无人机与地面站结合起来 记录人类活动产生的排放物 研究人员认为该系统在测量局部排放物方面比卫星更准确 然而在一座发电厂的首次测试中 LAC记录的数据比公开来源的数据更高 研究人员计划改进网络的能力 并与中国的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一起使用 普京访问北京凸显了中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和外交支持 美联社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尼尔普京本周访问北京 与中国领导人会晤 这两个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联盟 以对抗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 普京的访问也是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标志性的 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 该倡议旨在建设基础设施 并扩大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 中国一直试图在与以色列的关系和与伊朗 叙利亚的经济关系之间取得平衡 而这两个国家受到俄罗斯的强力支持 据报道 针对外国官员的所谓越南间谍软件是不可接受的 欧盟 日经亚洲 越南被指控试图黑客攻击美国 欧盟和台湾的政治家和记者的手机 调查人员声称 越南使用名为Predator的间谍软件 针对这些人进行攻击 该软件类似于Pegasus 这种间谍软件可以让黑客访问一个人的手机摄像头 麦克风和内容 美国表示对这些指控非常重视 而法国表示这种追踪不能容忍 加拿大的研究机构Citizen Lab 此前曾指出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可能也使用了这种间谍程序 拜登政府寻求紧急援助计划 既包括以色列又包括乌克兰 纽约时报 拜登政府敦促国会通过一项紧急援助计划 为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资金 将对乌克兰的援助与对以色列的援助联系在一起 反映了两个冲突的紧迫性 并且计算出 原本对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资金持犹豫态度的共和党人 可能会感到有必要批准这样的援助计划来支持以色列 多数党领袖参议员查克 舒诺承诺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将援助计划提交全体投票 其中包括为以色列的导弹防御系统提供替代弹药 以及对巴勒斯坦的人道援助 一些共和党人对将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援助 捆绑在一起的想法持抵制态度 但其他人指出该计划还包括共和党人不太可能投票反对的优先事项 如边境墙资金和对台湾的支持 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警告说 如果援助计划中部包括对乌克兰的援助将给俄罗斯继续侵略的绿灯 并有可能引发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 同时向中国发出入侵台湾的信号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在六度简报中的观察员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国际新闻 接下来让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和深入分析 首先 菲律宾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表示抗议 中国海军船舰试图切断一艘进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海军船舰 这引发了菲律宾的强烈反应 南海一直存在着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领土争端 这次的事件再次引起了双方的紧张局势 其次 乌克兰战争仍在继续 并且双方都加大了攻击力度 一位俄罗斯州长因为告诉居民 该国不需要在乌克兰的战争 而被指责败坏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声誉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 敦促中国不要支持俄罗斯参与这场战争 而荷兰则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 这场战争的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我们还关注到了一个 关于中国被迫成婚的新娘们如何反抗自己命运的报道 一位澳大利亚音乐家创作了一部名为新娘的爱歌的作品 探索了这些新娘的音乐 歌词和传统仪式 这些歌曲代表了一种女权主义抗议形式 展现了这些新娘们对于即将与家人断绝关系的抗议 这部作品将于2023年在Liveworks首演 希望能够帮助保护和体现这种文化知识 此外 美国政府计划对美国芯片制造商实施额外限制 以防止他们向中国销售绕过政府限制的产品 这些新规定将阻止某些人工智能芯片的销售 并要求公司报告其他人工智能芯片的出货情况 这反映出美国对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日益加剧 并且对于国家安全的关注 最后 普京访问北京凸显了中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和外交支持 普京的访问也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 这个倡议旨在建设基础设施并扩大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 中国一直试图在与以色列的关系和与伊朗 叙利亚的经济关系之间取得平衡 而这两个国家都得到了俄罗斯的强力支持 以上就是我对这几则新闻的总结和分析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同的观点和思考 现在我们欢迎观众的参与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